火车就首先来到爆炸事故现场隔离区 查看救援搜寻、清理处置等情况 他说,现在明火虽已扑灭 但现场情况还相当复杂 要继续科学搜救失联人员 全面摸牌微化品情况 确保不落死角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李克强对环境监测车上的工作人员说 目前群众高度关心周边空气、水质、土壤等环境质量 要增强环境监测力量 24小时不间断进行监测 及时发布权威准确信息 李克强看望并慰问连日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官兵和消防队员 他说,在人民群众生命遭遇危难关头 你们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地付出勇敢和牺牲 党和政府感谢你们 他叮嘱大家在救援中要注意保护好自身安全 李克强走进临时安置点 了解受灾群众生活、医疗等情况 要求有关方面认真听取他们的诉求和建议 细致贴心地把群众安置好 他还勉励现场志愿者继续用自己的爱心 向社会传递正向力量和温暖 李克强来到收治伤员较多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 看望受伤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群众 他说,党和政府已调集最好的医务人员、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千方百计保障治疗,请大家放心 他叮嘱医护人员要全力施救、精心呵护 使每一位伤员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最大限度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 李克强想在救援中牺牲的消防官兵和企业消防员一向鞠躬致哀 李克强望着牺牲者的照片说 他们都是英雄,值得全社会尊敬 要一视同仁给予荣誉 一视同仁做好家属抚恤 英雄没有边外 随后李克强在事故救援指挥部主持召开会议 听取汇报、部署工作 会议开始时 他提议全体起立 为此次事故中遇难人员莫哀 李克强说 事故发生后 中央、地方以及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治工作 取得阶段性进展 下一步 一要继续搜救失踪人员 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失联人员 二要千方百计救治受伤人员 对危重伤员逐一制定救治方案 三要科学清理现场 稳妥处置各类易燃易暴危险化学品 环境监测 完善控制处置和应急工作 中国大学院订阅 忍 Hunter 忍 Hunter